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似乎越来越渺茫 今天呢我们的大话韩国也把目光对准中韩两国的年轻人 来聊一聊他们的烦恼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参与节目的几位嘉宾 大家好 我是来自韩国的司空宽叔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中国的刘廷熙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中国的明燕 大家好 我是来自韩国的刘纳恩 再次欢迎大家的来临 今天呢我们现在聊一聊幸福感这个事情啊 首先我想问一下 如果说幸福满分是100分的话 在座的各位给自己打几分呢 我就给自己打个80分吧 够高的呀 是的 因为我最近刚刚从这个毕业考试的压力中解脱出来了 可能亭熙和纳恩也有经历 这个高级翻译学院的这个毕业考试是非常难的 但是还好我过关了 所以我最近比较幸福 真心恭喜你 恭喜啊 我也是有同感 谢谢 谢谢 所以有那个时候的焦虑做对比 现在感觉幸福多了 对 您给自己现在的幸福感打几分 我打70分吧 因为我觉得有30分呢 可能是对于个人发展的一种思考 还有对未来未知的恐惧和焦虑 但是呢我觉得现在的生活状态 我还是非常满意的 每天呢都感觉充满了能量 去让自己变得更好 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幸福的 这么正能量 您呢您给自己现在生活打几分 我觉得给他打分太难了 就目前来讲是 我是天平来的 很喜欢跟朋友一起交流 但是呢如果以前是更注重 跟朋友之间的关系的话 我觉得我现在更注重 现在自己 关注自己的生活 您给自己准备打个几分呢 您觉得 看来我的分数最低啊 我给自己打了50分 不及格 因为其实是这样的 我其实没有不幸福的特别的原因 但是考虑到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 和不稳定性因素啊 所以给自己打了50分 另外呢我想把剩余的50分 留给我的未来 我的剩余的青春时光 我也给你 是的 是的 我想让我的明天更加幸福 那您是给 把50分都留给了未来 是的 其实我刚才听的各位说 这个幸福感打分的时候 好像不自觉都会提到一个词 就是对未来的期许 也就是好像未来当中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增加了你们的这种焦虑感啊 然后你们觉得这个未来的不确定的这些因素当中 哪一个要素是最影响你们的幸福感的呢 我其实有两大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现实与梦想之间的距离 我的苦恼就是面对两者之间的距离的时候 要一直追求梦想呢 还是要直面现实 暗影现实 我还是相信有志者是进成破釜沉舟嘛 然后但是偶尔看到存折里面的这些阿拉伯数字的时候 还是有点心酸 我还有那个另外一个因素是他人 每当没有能够满足他人对我的希望或者是对我的期待的时候 或者别人感到郁闷伤心的时候 我也会感到不幸福 这就是我的两大因素 所以其他人的这个您也是有受其他人的这个影响 是的 虽然您给自己幸福感打50分 但我觉得您中文满分 谢谢谢谢 我觉得我的是要比较现实一点 我的是注重的是一个朋友 然后是首位是家庭来的 我现在呢是我的姥姥97岁高龄了 但是呢是上周传来消息 说是已经在准备后事了 所以呢是明天呢是我的妈妈会去大连坐班机回去 所以呢是我觉得是这两天困扰我的这种幸福感 应该是家庭问题 健康问题 我觉得对我来说应该是人际关系方面的 就是人与人之间精神层面那种高质量的交流与沟通 我觉得如果缺少这一方面的话 就感觉就难免会感到孤独 如果是与家人和朋友能够进行一个有效的沟通保持良好的关系的话 在解决其他问题的时候呢就会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和力量 比如说就是现在留学生嘛自己一个人在外面就是打拼学习都非常的辛苦 其实我我以为今天有人一定会回答最影响幸福的因素是金钱 但是结果没有人这么回答 所以我就感觉很意外啊 其实我倒是觉得这个金钱对人的影响是还是挺大的 其实我这样听下来感觉在座的各位都是颜值与才华 还有影响并情 真的是 因为因为我跟您一样 我以为可能物质方面的这种忧虑会多一些 但是听下来呢实际上很想要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时候 各位都对这个问题真的做了很深的思考 然后觉得根本上来说还是自己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和发展的过程当中 希望能够有更多精神的这个支柱啊 但是呢和各位的这个这个精神方面的焦虑不一样 我呢 我我本身呢还有就是很多很多的年轻人他们焦虑的东西呢就相对来说比较的现实 比如说房子太贵 我之前有看过报道说首尔的这个年轻人也在焦虑说可能自己一辈子都已经供不起一套房子了 居无定所 这个让人感到非常的焦虑 还有就是一些比如说这个对于就业方面的这种压力 我们的烦恼两国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我觉得啊就是比如说2011年的时候 韩国的金像新闻首次提出了那个三抛一代的那个新词 它三抛抛的是哪三样呢 就是恋爱结婚和生子 然后之后呢又出现了五抛一代 七抛一代和N抛一代 那五抛呢就是在三抛的基础上抛弃买房 然后抛弃人际关系 一个一个的去放弃 对对对七抛的话呢又是在五抛的基础上放弃梦想和希望就连梦想和希望都放弃了 我放弃了回音 这个N抛时代就意思就一条道走到黑啊 N抛的顾名思义就是什么都放弃了 没有就是放弃的很多了 就这种放弃一个是出于无奈的选择 另外一个就是我刚才在开场的时候说到的 可能通过努力改变命运会比较的困难 宽叔呢宽叔觉得中韩两国年轻人的烦恼有什么不一样吗 其实我认为全世界的年轻人面对的问题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但我觉得在程度上会有一点点差异 比如说这个现在中国机会有多 但是失败的可能性也大 所以有的人会一夜报复 但有的人还要拼命去打工 对所以这种反差还有这种落差 会给很多中国的年轻人就感到相对的剥夺感 韩国方面的话就有点不一样 因为韩国的整体氛围 社会的氛围是追求稳定的 所以也就是说在就业市场上 大家都在都在竞争 我觉得在这样的氛围下 中国人收到的压力会比韩国人更大一些 我认为最根本性的差别是在于环境 比如韩国的国土面积比中国小 人口呢也是4800万左右吧现在 然后贸易依赖度也非常高 通过内需其实韩国是无法实现经济的平衡的 因此这导致各个行业的竞争非常激烈 我觉得中国的发展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机会也比较多 您觉得其实反过来说呢 这个韩国人可能机会稍微少一些 对于年轻人来说压力相对大一点 您呢您觉得咱们中海两国 这个问题我们是在平日的时候也一起讨论过 然后呢是我去查了一些资料呢 是韩国保健福祉去年是发表了一个 是结果是什么呢 2018年度社会保障国民调查结果显示 韩国人目前最大的一种是烦恼就是工作 其实我们去咖啡厅或者是在公交车上 经常会看到这些年轻人在讲是你在哪里就业 你会在哪里就业是这种话题就是频频都能听到来的 我想问问各位啊就你们看来解决这样的焦虑感 获得更多的幸福感有没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方式 我作为我作为一个90后虽然看起来不像90后 90后之间流行一个词叫做swalking 就是小确信 大家听说过了 所以您的秘诀实际上就是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虽然很小 但是呢给自己非常大安慰的这样的一些行为 没错 您有什么秘诀赶快分享一下 现在一样一起聊天 就是让我感觉很解压 很治愈 对 我觉得是能够让我感觉最幸福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亲密度 您是通过人际关系 给您带来的某种慰藉来缓解自己的焦虑获得幸福感 从小事中我们就能发现幸福 我前两天去我们家旁边一家咖啡馆的时候 然后我点了一杯咖啡拿到手之后 我发现那个杯盖上呀有一个用手写的一句话 他写的是你笑起来的样子最好看 我觉得店家这么 不是心萌萌 他做的这么一个很微小的举动啊 就会让人感觉就是心里面很温暖 建议你去问一下这个咖啡店老板是男性啊 说不定终身幸福大事也能够一并解决吧 来宽叔您跟我们说说您有什么样的秘诀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感到幸福的点就各不相同 所以只有自己去体会才会知道怎么样去让自己幸福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还是聆听自己的内心的声音 所以我觉得这样做的话一定会找到幸福的秘诀 我觉得今天的整个的这个聊天呢 让我觉得很耳目一新 因为呢每一个社会都会有他铁一般的准则 认为你成功的人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幸福的人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可能你要有房要有车 你要有幸福的婚姻要有家庭 他给你设立了非常非常多的标准 当标准出现的时候人就会有焦虑 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尽自己的努力 去达到那个标准 但今天我听大家的这个观点 在这个标准之外 你们都会有自己的思考 而我也相信大家肯定会找到自己幸福的秘方 越来越幸福